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這是關懷的公報電台 FMQ 1.1 現在是出民結表最後的時間 今天先記得 我很情願在電台現場 跟大家請安 我們來享受這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知道在全台灣 有很多原住民很苦 有很多客家很苦 卻是並沒有我們的台義很苦 我們很感謝我們的館長 為民國館長 他答應在我們中華館 要來勝利 我們全台灣 目前為他 我們的台義文的創意很苦 我們很期待在五月初五 就要正式開店 在這裡當然 當年想到這麼多事情 我們知道 其實台灣過去的點點滴滴 我們有很多的辛苦 有很多的努力 也有很多的成就 但是因為過去 大家受到外來的政府 甚至外國 有很多的歷程 所以有很多的 說不出的苦疼 但是我們很知道台灣 是一個報道 其他大家可以提醒 所以現在我們的台義文 創意的方向就要開始 我們就有收集 很多很多希望 能夠用心我們自己的台灣人 能夠要緊我們自己在地的議員 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成就 我想這也是我們大家共同的主任 在這個方向 我們在五月初五就要正式 來對外 來開始開放 在這裡我們有做很多行的幾月 當然這只是先開始而已 後面是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有很豐富的過期 就要經過研究 經過經歷 各方面大家做會 來做會來 豐富我們這個地方 在這裡我們要有很豐富 在這裡我們要有很豐富 我們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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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有的作品 都在這裡一一一來電線 我再說一遍 這只是開始 我們記得 有一個共同的基地 大家可以做會來收集 做會來研究 做會來發展 做會來路律 這只是開始 所以今天我們知道 初後我們流流少少 會一般一般一般 跟大家介紹 今天我們就是 我們大家最 在我們身邊 接觸水的對 就是我們的歌謠 我們的台語歌謠 在這裡來特別 先來跟大家介紹 你知道 我們大家 可能很多人都很愛唱歌 但是也有很多台灣人說 以前大家都很閉嘴 沒有聲音 跟講話 但是現在 大家都很愛唱歌 但是現在的歌 跟我們早期的歌 好像有很多的不一樣 所以在這裡我們想說 過去就有很多 很好的歌謠 我們就特別 透過很多人的推薦 說我們有一個人 就是對台灣的歌謠 有很多研究 特別是台灣的流行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流行 現在現在大概就是 周杰倫 好像說 這是歌謠 一般 跟我們過去的 過期比較實際 好像不一樣 很不一樣 今天我們特別請一個 特別來賓 就是我們 林龍鐵 林神社 他是我們 憲主席 從中華館 來 就是我們自由時報 的特派記者 特派員 他負責 這個中華館 的記者 但是 這是他江宗的新聞 其實他是 導致20年 就是對台灣的流行外局 有很多研究 很多受眾 我相信 你如果聽到 你就不想聽我講話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請 林神社 我們先跟大家請一項 好嗎 請請館長 你叫我請獲釋 請獲釋 請獲釋 跟我們空中的 聽眾朋友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 很感謝 請獲釋 邀請我來節目中 來跟大家聽眾朋友 來開講我們台灣的流行歌 台灣的流行歌 這個話好像 是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在說的 對不對 現在好像大家都在說 什麼就是 是周杰倫 跟他很不一樣 是啊 因為我們台灣的流行歌 其實經歷了差不多 要將近90年的歷史 到近年 因為 你如果從第一條歌 頭髮吸血去 1932年 四月來發行到近年 1932年 對 所以第一條的 台灣的流行歌 就是頭髮吸血去 不然這樣說 應該是第一條 有每個流行程度 流行程度 流行程度 就是說他發行 大家都 補遍了解 知道 要唱 就是頭髮吸血去 這條歌 所以這已經 要將近90年的歷史了 90年 80多年了 所以在這麼長的時間 裡面 台灣的流行歌 其實經歷不一樣的變化 變化到今天我們看到 可能用rap 這個表演形式來 來電視出來 我們的台灣流行歌 所以 台灣流行歌 在這八九十年的時間 是對這個世界的交流 因為世界 在發展流行歌 有不一樣的交流 還有 隨著我們社會 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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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八歲 也不一樣 所以 每個時期都電視 他不一樣的面貌 什麼叫做流行歌 流行歌 其實是跟唱片一樣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 在一百七百年的時候 愛迪生發明流行歌 一百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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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百多年了 一百七百年的時候 愛迪生 開始有流行 流行 流行歌 發明流行歌 流行歌 流行歌 這種東西 在當時用上新的工具產品 例如蘋果 iPhone 所以像唱片 你會記得以前的手機是一個 黑金工 一隻隻大隻 他在跟他講 發展到今天拿去手 要上網做什麼都用黑 這種過程要二三十年的時間 手機就是這樣 所以流行歌 所以流行歌也是這樣 他要經過差不多二十多年 他到1900年的時候 這開始有辦法跟他相約化 就是他對一個發明的產品 跟相約化的改變 這樣差不多要差一幾十年的時間 他差1900年以後 世界各國就開始有流行歌 不是 有手機這個東西 手機 手機 因為手機的材料 就是他有拿到六幾分鐘 古早 一邊手機差不多 沒有到四分鐘 一邊到四分鐘 一條歌而已 所以他在這種寒座的歌 像我們古早的賓窯 像歌戲 有時候都要唱幾十天才唱完一齣 像三兵台要唱三四天才唱完一齣 這種的不可能拿來錄到唱片 因為他太長了 你可能要五、六十年 你只要來放一個三兵台 所以在這種歌的時候 這些人開始想說 這樣我們這些唱片 現在發明出來 要是要創一下 所以他就來錄一個 差不多三分鐘的歌 那這種三分鐘的歌 剛好一邊夾碗 一邊夾碗 拿來放 或是要來買 就方便 所以如果我們的流行歌 跟今天的為止 都差不多三文化 所以我們現在的技術 都差不多三文化 四分鐘 你能唱一百分鐘 像你現在用電 怎麼可能唱一百分鐘 也沒問題 但是新的流行歌 無論是祖傑倫 無論是這些新的歌手 他們出來的歌 都差不多三文化 為什麼 因為古早 這個技術就已經到了 流行歌的形成 就是因為唱片的一個災量 它就是差不多三文化症 所以他就來參選這種 所以我們台語流行歌 還是對這個世界的交流 不是這個台語流行歌 絕對不是我們台灣人 偷生偷長 自己生出來 絕對沒辦法 他發明的人 是愛迪生 發明流行 這是美國人 美國人是發明的 美國人是發明的 他開始來推電 推電到日本的時候 日本人開始來成立公司 當時美國有一個跨國公司 以前已經有跨國公司 叫做倫比亞 倫比亞 倫比亞 他來日本設立分公司 日本這間分公司 又來台灣設立台灣分公司 所以他這是跨國企業 所以我們從美國到日本到台灣來 對 從台灣來 所以差不多在1922年的時候 就已經在 倫比亞 他跟日本一間 最大間的青米公司 叫做 日本推銀器火車 這間公司吃起來 吃起來 吃起來之後 他就在日本有店 所以啊 本來台灣設置一個店 所以 差不多1930年的時候 這間 台灣倫比亞公司 在台北生立 就是在現在差不多 衡陽街的地方 它會所在那裡 就是在那個中山頂有沒有 台北中山頂 那邊的地方 那個地方 來生在台灣 倫比亞 什麼 台灣倫比亞 什麼 他們一樣 對外國一樣 因為那時候外國 像美國已經有藍調 這些流行歌 藍調 爵士 這些流行歌 所以啊 日本也開始有流行歌 中國也開始有流行歌 這些流行歌 都產生在都市 像美國 一定在紐約區 這種大都市 日本已經在東京 中國一定在上海 所以這些大都市 開始有人 去做流行歌 來創造流行歌 來做企業 來賣 在我們台灣 的台北一樣 還是對這個世界的交流 有人開始來做流行歌 第一條 本來他們開始 做流行歌的時候 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就學會做 來試著起草 看這個市場 會接受什麼 你會說起草 很久不見 起草 所以啊 他在試著起草 的時候 他就試試 試試看 看這些消費者 這些消費者 這些消費者 都會成功 這一樣 就像青銘公司一樣 他花這麼多錢 就是來試著起草 試試看 試到後 他發現一個流行歌的作品 三種 就是跟鞭匹配合 當時有電釘 已經有電釘 跟電釘 跟電釘 配合的流行歌 所以啊 第一條跟電釘 配合的流行歌 叫做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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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用什麼來揭音觀眾 他不要加賣票 因為他沒有這個地方 他要來 所以他就寫了一條鞍鞍鞍 就是這個頭蓋吸引起的鞍鞍鞍 這條鞍鞍他本來是請一些人 在鞋子路上 有角度 把這鞍鞍鞍出去 叫鞍鞍鞍這個老闆叫 撕鞍撕鞦齒龍 這是日本人 他聽到他覺得這個不錯 拿來錄音 所以他收他錄音 聽一個在鞍鞍鞍的叫鞍鞍 他本名叫老青 很有名 我們台灣第一代的 很有名 很有名 所以請他來唱 請他來唱 錄音之後 沒想到大大風洞 就是這句頭蓋吸引起 所以這本來是電影 跟電影配合的流行鞍 你說這樣好像很久以前 你覺得那個鞍 這個好像沒聽過 沒聽過 我有 我們鞍鞍有收到原數的吸引 所以用來放這個 七十八轉 因為當時 轉數 我們吸引是用 用在裡面 這個前面 這個洞的 連鞍鞍鞍里 那是不是沒看到 所以這個一分鐘 到七十八轉 還有七十八轉 還有三十三 還有四十五 所以在這氣洞裡面 所以你就會聽到說 元宿啊 1932年的時候 我們春春秋秋 怎麼來演唱 這首很出名的台語錄音歌 哭哭哭哭 我們來做個先聽看好不好 OK OK 好 請大家來聽這個 最早期的台灣的流行歌 OK OK 這樣很順 1009-7 基本歌詞 好 ak 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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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